救護車一抵達現場 橘色雙衣男子 已經一臉慌張的 站在家門口 一旁救護人員 拿了一瓶橘色液體的瓶子 這瓶是農藥 被男子喝下肚 嚇得他急著打119求救 還好人還有意識 還能自己上救護車 到底喝了多少 男子也嚇得說不清楚 怎麼會喝了農藥 又自己打119求救 看他抵達醫院時 一臉紅通通的 原來是喝酒喝茫了 兩瓶米酒下肚後 想再繼續喝 順手拿農藥喝下肚 卻驚覺待機大條 務死了那個農藥 然後喉嚨不舒服 然後帶我們給我們看 然後我們同仁 就把那個農藥拿到醫院去 男子喉嚨有灼熱感 四肢無力 仔細看了手上的瓶身 標籤竟然寫著是農用藥劑 索性這款農藥毒性不強 但大量務實 還是會導致心跳下降 還好男子喝了一口 就發覺不對勁 嚇得拨打 醫酒求救 這名男子被送往醫院後 經過洗胃治療 已經沒有答案 但喝酒喝茫拿錯杯 連農藥都喝下肚 這回的經驗讓他捏把冷汗 這名男子恐怕短時間內 不敢再貪杯了 記者 侯國文內部箱 嘉義報導